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因为你知道吗 最后姐家他们就快乐一辈子嘛 结婚了嘛 就永远幸福快乐地活下去 可是呢 其实这个故事还没讲完 还没讲完 后来怎么样 后来呢 这只青蛙就去到了台湾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变成老虎你知道吗 什么东西啊 这老虎 所以要属虎的青蛙王子怎么可能对不对 你是想介绍高凌峰的这段访谈吧 你太快揭谜底了吧你 我受不了 其实呢 说到这个青蛙王子呢 这几十年一粒不倒的老虎 台湾歌手高凌峰 他即将来到本地开演唱会了 他跟老虎到底什么关系 就要问问他了 请琪琪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跟这个老虎有关系 一起来看看 所有新加坡的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高凌峰在这先跟大家请安 是 我们欢迎早安你好 邀请到的是来自台湾宝岛永远燃烧的火鸟王子 高凌峰高大哥 琪琪你好你好 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好久不见了 不过呢 你来新加坡 其实应该蛮熟悉这边的对不对 我对这里那个 就是肉骨茶 还肥宅勇 还有什么阿守 我们反正以前来作秀 就是吃宵夜了 这些地方最熟 这次没有带太太金友装来 对啊 他因为三个小孩嘛 有一个还六岁太小了 大的又要去学什么吉他 小的又要练Michael Jackson 他要这边带这边带 带来带去 是有意栽培他们吗 没有 他们喜欢 是 你有在最近栽培一些新人 对不对 本来是 我是想说 这个也该找接班人了 但是很难 很难 本来有一两个物色 倒还不错的 可是因为年轻一代的 他的问题不是在于 他的割异 是他的想法 他们很想坐那个直升机 直接飞得高高的 没有什么挫折感 我们觉得这是很危险 因为其实这个行业 是靠大家的力量 不是谁有本领 是 但是他们很难理解 他们觉得 哇 他很有本领 所以我们又很担心 他们快速走红以后 会迷失掉 因为其实我们坦白讲 比较希望 受过一些苦难的 比较珍惜的 我觉得这样的人 我们比较愿意栽培 在这个演艺圈 已经纵横36年 但是我知道其实高大哥 中间有一些起伏 是 其实成长的最好方法 其实就是挫折 就是失败 其实听起来 是一个不好的名词 但是失败是有机会去反省 所以我在想 当然在我的演艺圈 起起落落 也给了我们很多 反省的机会 如果讲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句话 我会觉得说 因为走到了低潮过后 所以现在只要 过普通的日子 觉得好像都在天堂 很快乐 那你同意说 在演艺圈 可以交到 真心弹得来的朋友吗 在这个行业 要交朋友的话 要 第一个 要有点心胸 第二个就是说 两个人最好 不要太雷同 例如说 你是歌手 那么他是主持 或者他是演戏 不要太多冲突 不然的话 你是歌手 他也是歌手 对不对 那么你出这张唱片红了 他出那张不红 那他也不见得来问你 所以说 同行是会相继的 当你的运势很好 你有很多的 Good news 好消息 例如说 明天要到哪里 人家高价聘请 或者有好的代理 你要做很多活动的时候 其实 不见得你可以 跟你的好朋友分享 因为你跟他讲的时候 他不认为你是在告诉他 很多好消息 他会觉得 怎么不是我 类似这样吗 他会觉得你在刺激他 所以我们 现在常常强调两个字 叫低调 其实到了社会 做人 其实比做事更重要 没错 对 所以现在的你 是不是你人生当中 可以说是最愉快 最快乐的阶段 到了那个境界 如果我真话的话 是真的 因为可能前一段时间 没落的时候 负债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日子 像在地狱一样 形容一下 因为你 每天早上起来 你就不想面对嘛 因为你面对的都是 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例如说 我要打电话去借钱 那名单打出来 以后看十个里面 九个都已经开过口 剩一个 那这一个又觉得说 万一他不借我 就是打电话不可怕 是还没打以前很可怕 万一他拒绝了我 最重要的话 你要知道 你要打电话去的人 都是你的朋友 你借不到了钱以后 不但没有了钱 又少一个朋友 所以我觉得那种是 很煎熬 那你知道借不到钱 最后的只有一件事嘛 那你欠人家钱 你是不是要打电话 跟人家讲 要延期 就是说我还你钱 要延后 那当你去跟人家讲 延后的时候 你就会被人家 用很多很伤害的话 讲你 那其实讲你的人是 很直觉地在讲 可是你很痛 为什么 因为以前那些人 跟你的地位 是差不多的 是 可是他可能用一些话 就是说 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说 你讲话 就是不算话了 我就觉得 帮你是没有意思的 像你这样 以后谁敢帮你 其实你就是 钱没有还出来 听得很伤 也很刺耳 对不对 你知道人的能量 是来自于两种情况 一个是自己的梦想 因为你有梦想 你就有能量 一个就是 被人家羞辱 羞辱也是可以变成能量 因为你在想说 我不要再被你羞辱 对不对 那你早上起来 你的工作的动力会变快 所以我觉得 过去的点点滴滴 因为有经过那一段时间 所以变成我每天 现在一起撞 首先第一个 当然 我不会再面对 那样子的日子 第二个 我都是去做 我爱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 再加上那些 那些所谓 我讲的 大家对我 曾经让我觉得受伤的话 我会每天记在我的脑海里面 变成我全身的动力 很有冲力 那今年过年就很忙碌了 要筹备这个演唱会 会跟家人一起过吗 没有办法 因为我那天 我27号唱完28号 在美国 我有演唱 所以我这边的飞机飞到美国 正好28号 还是当天 我时差还没弄过来 就要上台了 所以我的家人不会来 好辛苦 不会 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高大哥以外 也看到太太金友庄 他偶尔做特别来宾 别的综艺节目 甚至他也主持 但我曾经看过他说 在电视上 说高大哥其实就是双鱼座 天生是非常浪漫 感情生活多姿多彩 然后每一次出国都不带他 他有这样说吗 他到底还讲了什么 没有 是怎么样 你们夫妻之间 因为差了19岁 相处之道是 相处之道就是让他 反正他说什么都他对 在家谁最大 当然他大 其实以前是这样 以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是我说的算 因为他比我小 经过我们两个一段时间 五年到十年左右 发现我说的跟他说的 五十五十 到现在他说的算 我说的都不算 对对对 造反 女孩子很奇怪 他们因为他慢慢 他也成长 然后他有一个最好的理由 就说你们老了不懂了 我就没话讲 是 高大哥今年呢 我知道也是你的本命年 因为你也属 我属老虎的 哇 那应该是 有没有更大的一个愿望 你个人而言 其实我想的 其实不管是演唱或演讲 其实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我们把生命 大概分成三个阶段 就第一个一开始 就是找一个自己的生活 可以过自己的生活 那就是所谓的 能够有个房子住了 就是最起码 那第二个阶段 就是想过好一点的生活 有品位 其实第三个阶段 我们认为就是 创造一点自我的价值 那也就是说 看能不能为人家 做一点事情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我很幸运 到现在我觉得 好像可以开始 为人家做事 哪怕我唱首歌 给人家快乐 也是为别人做事 所以我想千言万语 我们目标定得很大 但是还是我的那句老话 我们把结局看淡一点 如果得失心重 是很难快乐 是 高凌峰大哥 其实这样听起来 你的生活 真的很有意义 很充实 而且我相信 你在舞台上的演讲 一定可以深深地 感染台下的观众 使他们获益良多 因为我在演讲的时候 是讲到一半就用唱 对对对 是 新春佳节 我们祝高大哥呢 虎年行大运 虎虎声威 演唱会圆满成功 哇 真的 你用那么多词啊 那我都不用一句不行 我广告就祝福大家 有那种虎胆妙算的神机 让自己才圆广进 祝福大家 谢谢高大哥 要多尝来新加坡 谢谢 好 是的 我们从这段访问 不然发现呢 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呢 有时候真的不是一定 就是很平坦的 就是会有一些小小挫折 不过呢 重点就是说 如果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 要爬起来 再继续想起来 好像我们常在过年的时候呢 为了取得一个好彩头 就可能会捞个余生啦 大家一起热闹庆祝一下 你今年捞了几个余生 我还没捞 完了 我今年完了 看来你今天可以去捞一捞了 而且在捞的时候 一定要讲这个最重要的一句话 捞个什么 擦擦擦擦 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 有讲问答题的问题 马上起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有讲问答题的问题 就是呢 新年的时候捞鱼生 有什么寓意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66910191 要说得出来哦 这个过年捞鱼生的寓意含义是什么 四个字 还要给按时 就捞个什么什么什么 好 好 都是这样吗 观众朋友赶快拨电话进来 要送出好礼了 包括呢 两位在这里成功拨打热线进来 而且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 这个由东风金庄珠宝行 所特别提供的虎年钱币 是 那第二位就是观众朋友 这个获得虎年钱币 还有就是由Juro Artisan 这个巧克力所提供的巧克力的礼包 是 当然呢 第一位成功获奖朋友 就是可以获得这个非常丰富的礼来了 你刚才没有说是你要自己收起来 有 我很有诚意的 好了 我们在上一期一会来 一起来做运动 早安 您好 我是陈纪云 新年快乐 在新年一年里呢 祝大家虎年行大运 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不管您找得到 找不到 准时收看 早安 您好 祝福大家虎虎生风 祝大家虎年得益 身体健康 早安 您好 星光 意义 迎新春 早安 您好的节目 您每天一定要看哦 早安 您好 您好